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4月9号 那影片的一开始呢,还是让大家呢,看一段视频 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啊,是发生在昨天4月8号 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在白宫举行这个记者会 大家都知道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由于要领导应对疫情 川普呢,几乎是每天都在白宫举行这个记者会啊 发布各种信息,回答记者的提问啊 虽然有时候啊,他自己发布的这个有关疫情的信息也不是太靠谱 比如说呢,用什么药啊,可能有效啊,等等那些 但是啊,毕竟呢,他每天都会举行记者会 会让美国人知道,应对疫情已经是他这个最主要的工作 这一点呢,其实呢,就比这个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啊,强太多 那在昨天的这个记者会上,大家看到了啊,一名这个亚裔的记者呀,向川普提问 川普呢,就问他啊,Where are you from? 然后呢,这个记者回答呢,from台湾 他还说呢,他这是代表外国记者的group来提问 但是呢,很快啊,这名记者呢,他就被发现啊,他是台湾人啊,确实是在台湾出生 在台湾长大的台湾人 但是呢,他是为这个中国的媒体工作的啊 他是这个上海东方卫视驻华盛顿的记者,名字是张经义 那这个张经义在记者会上对川普的回答 狗哥认为呢,就很有意思啊 川普问他,Where are you from? 显然呢,是问他为哪个媒体机构来工作的 因为川普呢,正在举行的是记者会 不是这个晚餐会 所以呢,他不会对记者老家在哪儿感兴趣 这个呢,不是闲聊天 他肯定是想知道提问的记者是代表哪个媒体的啊 对不同媒体的提问呢 他可能呢,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应对 这些呢,应该呢,都是常识 但是呢,这位记者张经义啊 他就回避了川普的这个问题 他说呢,他来自台湾 那川普呢,当时就认为他是为这个台湾的媒体工作的 那这个呢,显然的就是错误的 所以呢,狗哥认为啊 这位记者张经义 他在昨天表现的是非常的不坦诚 说他撒谎呢,可能是太严重了点 但是,确实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坦诚 那大家呢,就可以想一下 他为什么不愿意堂堂正正的对川普说 他是为中国的媒体工作的 狗哥认为呢,他呢 如果真的是自己感觉为东方卫视工作很自豪 那他肯定呢,就会当场就说明这一点 对不对 这个呢,应该是人之常情 是常识 但是呢,他是故意回避了这一点 在白宫的这个记者会上,面对美国总统呢,询问 他愿意说自己是台湾人 但是呢,不愿意公开说 自己呢,是为中国媒体工作的 从这儿呢,大家呢,就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心理 他是台湾人,这一点呢 这位张经义记者呀 是感到自豪的 那为中国的官媒来工作 他肯定是感到有点心虚的 所以呢,就不愿意公开说 另外一点呢,狗哥认为呢 这位张经义记者呀 他肯定也是受到了前两天 凤凰卫视 呃,记者那个事情的影响 当时呢,也是白宫的记者会 川普呢,也是问这个凤凰卫视 驻华盛顿的记者叫王悠悠 你是不是在为中国政府工作 然后呢,那个王悠悠就尴尬了 他一再强调是香港的媒体 不是中国的媒体 然后呢,这个事出来以后啊 在中国大陆就有很多的这个爱国战略小粉红 就很愤怒 骂这个王悠悠是港独 你为什么要刻意强调 香港和中国的区别 为什么就不可以堂堂正正的说是中国 所以呢,在狗哥看来 这个为上海东方卫视工作的张经义 和凤凰卫视的那个记者王悠悠 他们的表现呢,都是一样的 都是不愿意堂堂正正的说 他们在为这个中国的媒体工作 那大家呢,就可以想一下 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在他们的这个内心的深处 也是觉得为中国媒体工作呀 是一个不光彩的事 因为在中国呢,这个 基本上全世界都知道了啊 基本上就没有这个真正的专业的新闻媒体了 基本上都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宣传机构 那是不是他们也是觉得 为中国的宣传机构工作呀 不怎么光彩 所以呢,根本的就不好意思说出口 所以呢,狗哥呢,也是认为 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强大 非常非常的可怕 但其实真的是也是非常的脆弱 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讲啊,就是一个纸老虎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这些个宣传人员 其实他们自己宣传的东西 他们说的话,他们自己都是不相信的 他们自己都是心虚的 最近这么多年 中国共产党呢,一直在宣传四个自信 叫什么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其实呢,这个反映出来的就是 正好呢,是他们的不自信 极端的不自信 那为什么狗哥这么说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常识 就是一般来说 人讲的最多的 肯定呢,是他最关注的 但其实呢,也是他心里边最没底的东西 那老一辈的这个中国人 大家都知道,见面了都习惯问 吃了吗? 那为什么这么问? 就是对他们来说呀 吃饭是最重要的东西 以前呢,经常饿肚子 经常吃不饱饭 所以呢,他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吃饭 那时间长了,也就形成了一个习惯 见面就问,吃了吗? 那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这个80后,90后,00后 狗哥认为呢,不会再 一见面就问吃了吗? 肯定不会的 因为在过去的30年 这个吃饱饭 在中国呢,基本上已经不是问题了 当然了,在接下来的这个5年 或者10年 那吃饱饭在中国 会不会再次成为问题? 那狗哥呢,就不好说了 所以呢,这个中国共产党 所有的宣传 什么东西宣传的越多 天天讲 越越讲 年年讲 什么东西宣传的越多 就越能反映出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不自信 就像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习近平 前几年呢,到国外访问 发表演讲的时候啊 经常会说自己读过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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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就列书单 这种行为呢,其实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这样呢,是狗哥多说的两句啊 其实呢,狗哥今天是想重点说这个世卫组织和台湾的事儿 那这两天可以说是世卫组织WHO啊 和台湾之间开始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其因呢,就是昨天4月8号 这个世卫组织的谭德赛同志啊 非常意外的 在这个记者会上是公开指责 来自台湾的对他进行的这个人身攻击 说这个呢,是种族歧视 还有死亡的威胁 并且呢,他还批评台湾的外交部啊 是在放任这些行为 然后呢,这个台湾外交部在今天早上就发表声明 对谭德赛的指控啊 是表示强烈的遗憾 还有抗议 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呢 绝对没有鼓励台湾民众对谭德赛进行人身攻击 更不可能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 啊,谭德赛以作为这个最重要的国际 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 比谁都知道被歧视和孤立是什么滋味 他还说呢,如果谭德赛能够抵挡住中国政府的压力 踏上台湾的土地 那就能够了解到台湾对防疫的努力 并且理解真正受到不公平待遇的 其实是台湾人民 这个呢就是世卫组织跟台湾之间 准确的说呢 是世卫组织的领导层跟台湾之间 开始了一场这个全面的战争 那狗哥怎么看这个事 狗哥要说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总干事谭德赛 他昨天在记者会上花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 专门来炮轰台湾 狗哥认为呢是真的是非常不得体的啊 也是非常愚蠢的一个事 那台湾这边的回应 狗哥认为呢是非常得体的 先说一下这个谭德赛 狗哥呢必须要说 在这个现代文明世界 种族歧视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 而且呢谭德赛呢 他昨天是在瑞士日内瓦 在WHO的记者会上公开指责 来自台湾的种族歧视行为 所以呢这个呢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 那对于这么严重的指控啊 狗哥认为谭德赛最好要拿出来证据 来证明他遭遇的这个种族歧视行为 确实存在啊 因为这个在欧洲啊 已经是涉嫌违法犯罪了 所以呢狗哥认为啊 谭德赛应该提交证据 并且呢应该报警 他可以向这个瑞士警方报警 也可以向台湾警方报警啊 当然了 他如果坚持认为这个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如果呢这个坚持啊 不愿意跟台湾政府打交道 那他呢也可以试一下向这个中国警方报案啊 让中国警方呢去台湾去调查 去抓捕这些个涉嫌对谭德赛进行严重种族歧视行为的犯罪嫌疑人 狗哥认为啊 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啊 存在这么严重的针对他的这个种族歧视行为 那他最好呢就要提供证据报警处理 狗哥呢是坚决反对任何的种族歧视行为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是坚决支持谭德赛报警处理 这个呢是第一个 第二个 谭德赛说这个台湾的外交部知道 并且纵容这些来自台湾的 对他包含种族歧视的攻击行为 那狗哥认为他讲这个话呀 就是非常不得体的啊 首先呢狗哥还是那句话 凡事都要有证据啊 你谭德赛说这个台湾外交部知道 并且纵容来自台湾的这个种族歧视的攻击行为 那你呢就要提交证据来证明台湾外交部呢 确实知道并且纵容 是台湾外交部的官员有过什么这个煽动的话 还是说台湾外交部直接组织水军发动什么攻击了 那你谭德赛必须要拿出证据 但是呢狗哥估计啊 他应该也拿不出来证据啊 因为狗哥不认为台湾外交部真的会这么干啊 不大可能嘛 因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政府啊 基本上不会在种族歧视这个问题上犯这么大的错误 所以呢 狗哥判断啊 谭德赛在这一点上 他拿不出来什么证据来证实台湾外交部知道的 并且纵容了这些来自台湾的 对他这个包含种族歧视的攻击行为 所以呢 狗哥认为他这个呢就是无端指控 非常的不得体 那对谭德赛的这个事啊 狗哥呢是有一个很认真的建议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遭到了来自台湾的 对他这个种族歧视行为 狗哥认为呢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在大家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啊 人渣每个国家都有啊 有的地方多一些 有的地方少一些 不排除有个别的台湾人 会在网络上攻击谭德赛 但是呢 他说这个是台湾政府纵容 甚至说煽动的 那这个呢 就是对台湾政府的恶意攻击的啊 狗哥呢 有一个这个很认真的建议 就是希望呢 台湾警方能够直接联系谭德赛 让谭德赛来提供证据啊 来彻底调查一下这个事儿 到底他说的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狗哥认为啊 他发出来这么严重的针对台湾的指控 不应该就这么过去啊 不应该就这么不了了之 其实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位总干事谭德赛 他现在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啊 因为世卫组织这次应对疫情的表现啊 狗哥在以前的这个影片也说过了 非常非常的糟糕 几乎完全是按照中国政府的节奏来走 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大流行 世卫组织呢 要负很大的责任 谭德赛本人 首先呢 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那前天 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是发推说考虑要暂停 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 这个呢 肯定就让谭德赛就赶到头大 因为这个美国提供的资金啊 在世卫组织是大头 比中国要多很多 所以呢 他昨天在记者会上突然攻击台湾 狗哥认为 很可能就是川普的这个表态 让谭德赛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情绪就失控了 就来拿这个台湾出气 他认为台湾是软柿子 好欺负 这个呢 就跟世界上的一些流氓国家 比如说像伊朗 还有萨达姆时候的伊拉克 只要跟美国的关系出问题了 就威胁要打以色列 还有这个朝鲜 跟美国的关系紧张了 就威胁呢 要打韩国 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所以呢 这个天底下的流氓 不管是国家还是人 其实呢 都有比较像的地儿 所以呢 狗哥就建议 这个台湾政府啊 不能够就这么不了了之 最好呢 就派警察直接联系谭德赛 让他提供一下证据 认真地查一下这个事儿 那最后呢 狗哥呢 再向大家报告一个事儿 就是在Change网站上 要求罢免谭德赛的 这个签名请愿活动 目前呢 已经是达到了76万人 也就是在全世界呢 已经是有这76万人 已经签名联署 要求罢免谭德赛 示威组织总干事的职务 这个人数呢 已经是非常多了 如果将来能够达到100万人 谭德赛还不愿意辞职 那狗哥必须要说 他的这个脸皮啊 真的跟中国政府的 绝大多数官员 都是一样厚了 真的都是这个 用特殊材料 制成的共产党人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呢 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